影片中说明,Pokemon Let's Go 才有这个交易系统 意味着 甚或可,肯定不会有Pokemon Go 里面的交易系统 最初开拖的Pokemon Go 宣传片 哪官就已经宣传到哪市 有基本性失实,Pokemon Go 都不会推出交易 而又要买几千元,买个Switch,又通过游戏机交易系统交易 又送回Pokemon Go 里面 即是买个游戏机,玩过交易系统,和两年前最初传道的重点系统 我就说,军饮3DS,玩过JA 还有说起场玩哪款游戏 w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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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很多伤害! 你知不知道 其实我就是Engy的秘密Community Manager 看完你们埋怨什么 然后等你们觉得没什么出的时候,就立刻出什么 好了,讲笑的 没人会猜到居然有这么爆的东西 在这个礼拜即将推出 即是什么 交易系统 大家兴不兴奋? 好了,潮,现在才出 那时候的伺服器不断,玩完几天就弃游戏 潮都没得跟野生精灵战斗和PVP 等了这些出门才再玩 唉,我都不再理这些人了 这些人都是慢慢等下年的第八代Switch Game 我都是去正经的模式 Hello,大家好,我是Epic Crimson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 简单分析和评论下 这次突然推出的朋友和交易系统 NG 你这次真是踢出世界球 交易系统就是建基于朋友的功能 所以在解释交易系统之前 就要搞清楚朋友系统的运作 跟市面上大部分的手机game都一样 你现在是可以添加游戏里面的玩家作为你的朋友 而朋友怎么加呢 我们每个人将会有个独特的ID 训练家代码 只要输入这个训练家代码 就可以传送朋友邀请给那个训练家 邀请对方新增你作为朋友 而加朋友的第1个作用就是 交换礼物 在look stop 或者导管的时候 你就会转到个礼物出来 但是你自己是开不了的 一定要送给朋友 而礼物内容就主要分为道具以及蛋 根据官网 最好处的情况就是 给到一只 会敷出阿罗拉形态的精灵 哇 白酥酥的鹿尾是时候由一只蛋敷出来了 二阵送礼物 亦都 同时带有一张著名 获得有情礼物地点的名讯片 例如说你可以出个远门 传个 名讯片给你的朋友 又或者你可以和朋友 show off 你曾经在家里的 导致一游的名讯片 我相信 老实说这个功能应该没什么人会理 但是听下去 真的挺正的 而以上的送礼物行为 就可以提升你和对方在游戏里面的 友好程度 而这个友好度 也就是什么 原来 我们不单只是结识朋友那么简单 还要和别人建立个友谊出来 友好度越高 朋友之间的友谊等级也会上升 这样 除了送礼物 和朋友一起打RAID 一起打道馆 也可以提升个友好度 友谊程度越高 在送礼交易生灵 和一起战斗的时候 会有更加大的着数 这样友谊程度就分为 朋友 好朋友 吉利好朋友 马子好朋友 增加好朋友 对不起 看到这样的用词 我真的忍不住用国语来说 是不是太复杂了 我用英文 大家一定会分到 Friend Good Friend Great Friend Ultra Friend And Best Friend 这个好处 官网就提了一些例子 团体战和朋友打 会有额外的波数 而且 你的精灵攻击力 亦都会增加 类似天气加成的原理 这个友谊程度越高 额外的波数就越多 友谊的加成的倍数 亦都会增加 很适合我们这些玩开极限挑战的人 而友谊程度上升的着数 就包括交易 好了 就到了戏组 先解释一下这个交易系统 首先先讲最基本的要求 第一 你们是要有个朋友 跟你交易 第二 双方的等级 就起码是10 level 不难做到 第三 双方是需要在100米 或者以内的距离 才可以交换到精灵 而交易精灵 亦都可以增加这个友谊程度 而交易系统的过程就是这样 你们选择好交换什么 然后双方就会花费升陈 来交易 而送走精灵的时候 你亦都获得 糖果作为一个回馈 并且 精灵的IV 是会重整的 这个很重要 而交换神兽 色围 或者是尚未登陆到图鑑的精灵 你就需要进行一个特殊的交换 而这个友谊程度 亦都需要 达到 起码第2级 也就是good friend 的时候 才可以进行 而特殊交换 每天只可以进行一次 而选号的升陈 亦都会比普通的交易高 整个系统就是这样 但是友谊程度以及精灵捕捉的位置 亦都会对于这个交易 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如果精灵捕捉位置 交易地点越远 你获得的糖果 亦都会越多 而友谊程度方面 友谊程度越高 你需要花费的升陈 就会越低 例如说在这个特殊交易当中 good friend 程度的交易 双方是需要付100万个升陈 而去到最高的best friend 就只需要付4万个升陈 少了25倍 而大家最关心的位置 IV的改变 根据我对于截图的分析 如果是good friend 程度的交易 交换出来的IV 将会是111 至到精灵本身的IV 之间是1个 而如果是best friend 程度的交易 交换出来的IV 将会是555 至到精灵本身的IV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只100IV的重 送到过去对方 仍然是100IV的最高可能 是1千分之1 又或者是0.1% 所以 友谊程度对于提升IV的效果 其实一点都不大 OK 顺便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和评论 Engy 你这次真的写了个世界波 我玩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你宣传片所宣传的功能 我知道这个游戏前执是十分之大的 所以我才会继续玩 等到这些新功能推出 我就可以完整整地装备得好 这样 我再怎么说下去呢 我就是会通过 人家的反应 来发表自己的意见 有一个反应 我就想特别地回应 喂 这些东西我辛辛苦苦地追回来 你叫我送了给人 我怎么捨得呀 喂 送东西不一定要送好东西 你想自私一点 不想送就不要送 你现在搞清楚一个系统 就知道你是不可能 完美地送走你 外星帐号的闪光2328 他有卡去你的主帐 左手交右手 没得你玩 如果这样搞法 你想弃游戏的话 欢迎你弃游戏 你开了那么多个帐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到头来 你又不是被这款游戏玩 而且又辛苦 这样 你想想 N记实会知道多账号和 非人的问题 所以在交易系统 如此敏感的功能 一定会有所针对 而且 你走得出来 想要玩 当然 如果你不理IV的话 我相信 你是不会那么反感 还有一个玩家的回应 就是玩开Pokemon GO的玩家 才会明白 交易系统 就会导致 游戏的乐趣 没有那么大 游戏的本质就是希望大家出去嫁下朋友 以及以自己的努力争取回来 今天就好像超莫梦 超莫梦是花费了很多心血 追了很多场raight 才会得到的一个传说精灵 但是如果是从这个guide回来的话 就会失去了他本身的意义 我很明白的 但是有些人就是喜欢这么玩 你帮不帮他开图鑑就你自己决定 但是我就想说 世界上 不是人人就好像我们 香港台湾那么幸福 有那么活跃的社群 周围有野猪 周围都有超莫梦砖去打 他们的心愿是很简单 就是开图 不理IV 神兽呀 最终进化的精灵呀 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漫漫长路 甚至是一个 不可能达成的目标 Pokemon GO交易系统的存在目的 就是帮助在Pokemon GO方面比较落后的位置 只要好好利用 朋友和guide系统 游戏仍然会有武功的乐趣 而另一个反应我都想回应 就是 现在又搞什么 这些朋友系统呀 这些东西呢 我这样的独行俠 没有朋友和我玩 起游戏也有份 如果是香港的 就好做的 地势 而且Pokemon GO相关的 社交平台 亦都有 很多很多 你有勇气踏出第一步 就会识到人 回想 我 Pokemon GO最重要的朋友之一 Bio Weapon 如果不是他走前问我是不是Epic Crimson的时候 就不会有我频道里面的挑战片段 甚至现在的解说Pokemon GO系列 你觉得 这些人 你是融入不了的 不合谈的 就不要强制自己 作出什么 所谓的走出自己的save zone 因为有时候呢 这样做呢 反而是为自己 增添了个妇女 所以都是那句 随心玩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想识人的话 起码踏出第一步 所以我自己就认为 这个交易系统 点到正 right on the spot 释除了尤其是多账号的忧虑 而且最重要呢 就是履行了 预告片的其中一个承诺 又多了一件事 太好了 而且 友谊系统加深了游戏对于社群方面的重视 我是很疼的 因为这个游戏 如此重视社交的元素 是我觉得 这个游戏最独特 而且是做得挺成功的一面 这样你们又觉得 这个交易系统是怎样呢 欢迎在留言发表意见 喜欢这条片的就记得给个like Share这条片和我的频道给你们的朋友 还有可能 顺便和他们聊一下 日后交换BB精灵 没subscribe的就记住subscribe 加入提醒通知我的频道 我是Apple Crimson 我们下次再见 说不定 某些时日你可能在街上见到我 我们交朋友 可能我送一只 订东西给你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